何为武道 指歌为武 以武入道 上武得到平天下 中武入折 安身心 打开 下武经济 黄青海 中国人的武学之道 远远不止全脚功夫那么简单 运于中华 渊源流畅 选择多 奇功异效 奥妙各异 不同招式 不同风格 主追求之道也有所不同 这次我们选择了 最为代表性的 五大传统武术融入到游戏当中 侧重于全种套路的诠释 除了会设计特殊的动作模组 给到对应角色之外 还会有配套的武器 及魂域同步上新 我们有幸邀请到 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副主席 秦登江老师作为动作指导 你懂我说的吗 跟这游戏相互相复啊 那个 去刷 再来一下 你拿着这扇子你不用 斜步开扇 对 好了 和一个 和一个 由国家级武术运动员们 分别完成全种动作的动步录制 在录制过程中 我们发现有些全场招式 讲究蓄力之后再打出去 整个节奏非常慢 四 我喜欢一二三四 这种 考虑到这些动作在游戏中实现 除了观赏性之外 更重要的是让玩家们能够看得懂 切实地感受到出招的力量感 在不改变招式的情况下 加快个动作节奏 变得更分明有力 就是童子拜佛之礼 在整个制作过程中 我们所做的 就是让这些最原始的武术动作 变成游戏中的可用资源 但中华武术之道之深远 又岂是一朝一世能够诉说完的 俗话说 天下武功出少林 这次 我们不想止步于游戏中的融合 而是真正的 将传统武术带到玩家们的身边 我想 每一个血气方刚的中国男儿 一定在心中萌生过一个武侠梦 玩家代表们来到松山少林寺 精神体验少林生活 这是真功 这手呢要靠左腿 一 二 二 直接看好了 直接 直接往这打 你还往这打什么打呢 完了 来吧 通过这种体验 玩家们不仅可以学到 赵林拳法的行 更重要的是 能够感受到 禅五合一的意义 我们双英寺创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 最早这双英寺是没有功夫的 然后拔头禅师来到双英寺 在松山和少石山命令之中 孤城双英寺 在古代那个社会是抵抗万一 当今这个社会就是 强身将体 现在国家对这种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特别忠实 在双英寺这个寒中文化熏陶下 能达到身心健康 少年功夫跟其他还不一样 它包含有这种 禅五 然后多元素 这是一种传承 小时候在广场看到有师傅在练舞 我觉得他打得特别有意味 所以就去拜师 学了几个月之后 老师也没收什么东西 后来因为上学 就没有再继续坚持下去 现在练传统武术的人越来越少 而我也特别后悔 当时为什么没有继续坚持下去 现在我们能把传统武术 放到游戏里 能让更多的玩家去看到 英寐给我当时的遗憾 勇结无间的玩法 是脱胎自中国古代冷兵器的对弈 这种博弈 与中国武术之间相互映射 使玩家在游戏里面的体验 都和武学息息相关 但真正能带给玩家启发的 是勇结无间中学会中华武处里面 越挫越有的护驱精神 因此勇结无间一直在为中华武学 完成尽一分力 我们也想尝试 从游戏之外的角度 能够做到更多 我这一天旅程真正地感受到了那句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感觉到了勇结无间 对于武道传承的意义所在 这里边的一招一息一点一滴 都是需要这个心血的 真正理解了他们所代表的意义 传承属实是必要的 而且是艰难的 不论哪门功夫都没有速成 传承也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沉淀 武术传承道足且长 我们也将继续努力 国务院推广中华武术文化